接下来我们要讲资料的呈现方式 首先我们来讲资料如何用图形的方法来呈现 用图形方法来呈现资料 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在这里我们特别讲到 五种最基本呈现资料的方式 包括直方图和长条图 经验图 核形图 圆形图 散步图 散步图的部分 可能在后面的课程里头会特别讲到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讲前面四种方式 首先直方图 英文叫Histogram 直方图基本上是用一种长条的高度 代表资料量或相对资料量的一种统计图形 在资方图里头 这些长条彼此之间会相连 如果断掉的话代表是这个地方没有资料 不过一般来讲如果资料够多的话 这些长条是彼此一定会相连 它是一种二维的方式来呈现资料分布 它的横轴通常是资料它的分布情形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我们这个图里面是103-1学习 生物统计学修课学生的一个考试成绩 因为是考试成绩所以它的范围就是从0到100分 纵轴的部分是所谓的相对的频率 也就是说今天相对于总人数而言 每一个成绩的人数大概是多少的百分比 所以它最小是0 最高大概是1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大概是0.1左右 也就是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学生是某一个成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方图很清楚地呈现 我们这一班统计学的考试成绩的分布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有少数人接近满分100分 但是绝大部分人是集中在70分左右 那这没有太意外 因为想想在台大60分才及格 那如果研究所的话70分才及格 所以大部分人的成绩会集中在60到70分 那就不意外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也有少数人的成绩不理想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成绩只有在50分左右 甚至20分30分的也有 不过这都是少数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一般的成绩的分布的大致情形 那直方图因为最主要是来描述连续数据的 那这个长条的这个宽度 是可以随我们的需要而改变 那可是呢 它的顺序是不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今天可以改变资料的分组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宽一点 比如说我以五分为一个单位 那这样子我的这个长条就会变宽 但是它可能会变短一点 但是呢我不能把50分跟60分颠倒它的顺序 所以不管我怎么改变 这个资料一定从零分在这个横轴的最左边 然后100分在横轴的最右边 所以这个顺序本身一般来讲是不能够改变的 同样的我不能先成 我50分的后面一定要接60分 而不能去接70分 这个顺序是不能够改变的 因为这样子就没办法真实呈现资料 或者说这样子会对读者产生很大的误导 所以这是直方图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长条的宽度可以改变 但是资料的顺序一般来讲是不改变的 那至于纵轴的部分你可以用资料出现的次数 也就是说比如说考某一个分数的人数来代表 或者是这个人数相对于总人数它的比例都可以 这不会影响到整个图形大致的形状 另外有一个很像直方图 但是不是直方的直方图的叫做长条图 英文叫bar chart bar chart也是用长条的这种图形来呈现资料 可是它所应用的对象是类别资料 比如想要知道说 今天修这门生物统计课的各科系的学生的人数 那科系跟科系之间它是独立的 我虽然可以用数字来代表每一个科系 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只是一个标签而已 那每一个科系修这门课的人数呢 我就用长条来代表 所以以这个图来讲 这门课修课人数最多是药学系 接近55人左右 再来是护理系大约有30人 然后医技系比护理系稍微少一点 然后另外有少数的一些科系像生科系 或是牙医所或是工卫系 相对来讲人数都少于10人 所以从这里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这门课学生的组成的比例 那它跟直方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第一个每一个长条彼此之间是不会相连的 原因是因为生科系跟药学系或护理系 彼此是互相独立 它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不会把这些长条连在一起 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些长条的顺序是可以随意改变的 我可以把药学系放在最左边 或是放在最右边 这都不会影响到资料呈现的 这个背后的这个意义 但是刚刚直方图就不行 我们60分一定要接在50分的旁边 然后70分一定要在60分的旁边 可是在这里没有什么理由说 护理系一定要在药学系的旁边 它不能够在生科系的旁边 所以这是长条图跟直方图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直方图主要是在呈现连续型的资料 而长条图是在呈现类别型的资料 在这里我们把这两种资料呈现方式做一个对比 首先长条图它适用于类别变数的资料 它是来呈现每个类别 它里头各处的一个出现的频率 所以相邻的组别之间是会有间距的 它不会连在一起 而且相邻的组别是可以互相改变更动 这不会影响到这个数据资料呈现的意义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 护理系它可以在生科系的旁边 它也可以在工位系的旁边 这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资料本身所呈现的意义 那直方图的话 它适用于连续变数的资料 那主要是要呈现资料的分布情况 例如说资料最常出现的位置在哪里 那一般来讲我们称为中央的位置 以及资料的分散程度 也就是今天学生的成绩 它到底是分散得很开还是很集中 那是对我们来讲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在 所以相邻的组别的这些长条 彼此之间是不可以有间隔 而且也不可以随意更动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直方图里头 有一些空档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 没有学生有这样考试的成绩 所以这个是因为缺乏资料 不是说我可以任意 把这些长条把它分开做区别 另外一种呈现资料的方式 有点像直方图 但有点不太一样的 叫做经验图 经验图呢 英文叫Standleaf Plot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除了能够呈现资料的分布的形态 也就是它的Shape 它的样貌之外 它事实上还可以呈现实际的资料的数值 所以以分数来讲 因为在这个考试成绩里 我们没有小数点 那就很适合用经验图的方式来呈现 它除了能告诉我 学生成绩的分布情形之外 我也可以从中间直接看到学生的成绩 那一般来讲 我们经跟业呢 会用一条直线把它分开 也就是这个图里头 中间这条细细的直线 在这条线的左边是经 右边是业 那经呢 在这个地方代表是十位数 所以从零开始一直到九 那右边的业呢 代表各位数的成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位的成绩是零分 那最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来考试 所以我们只能给它零分 那接下来第二个学生的成绩是二十一分 所以在经的这个地方它是二 业的地方是一 所以读起来就是二十一分 第三位学生的成绩是三十分 所以在经的部分 它是在三的这个位置 然后页的部分是零 那我们可以看到零的旁边还有四跟六 那这代表说另外还有两位同学 一个考了三十四分 一个考了三十六分 那如果说我们出现同分的情况的时候 那这个数字就要重复的出现 以下面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四十九分的同学呢 有三位 所以可以看到在四这一列里头呢 九出现了三次 那就代表说有三位同学的成绩是四十九分 那同样的在五十分这个区段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位同学是五十分 两位是五十一分 那同时又有两位是五十三分 五十四分 五十五分 五十七分等等 所以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五十分的人 考五十分到六十分左右的人数呢 就远比四十分三十分来得多 但是考的最多的 最多学生成绩所落在的范围 是在六十和七十分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页的这个地方呢 六跟七的地方 它的页是最长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里头出现分数最多的是六十九分 和七十分出现的比例相当的高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这个成绩的分布呢 集中是在六十分七十分左右 那但是考五十分跟八十分的人数就少一点 那另外考九十分的人也不是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五位同学考了九十九分 所以今夜图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 就是它除了可以告诉我们 整个资料的分布的形状之外 它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实际的资料 那当然它的限制就是 一般来讲它只能表现到这个两位数 如果是超过两位数以上 那就不太适合用今夜图来表现 那今夜图要怎么制作呢 首先我要先决定今的单位 以分数来讲 我们今的单位是十分 那但是如果今天我的资料呢 有小数点 那我也可以决定今的单位是个位数 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最小的基因放在顶点 所以以刚刚的成绩的资料来讲 最小就是零 然后呢把最大的基因放在底部 那就是九 那接下来 每一个基因呢以行的方式加入列 那加入夜 那夜呢就是个位数字 所以呢我们 九的后面呢可以加上零一一直到九 分别代表九十分到九十九分 然后今的夜呢要从小到大排列 那从左而右排列 所以呢我们最左边呢排的是零 最右边排的是九 那如果说有重复出现的数字的话 那在夜的地方就要重复出现 这样子我们还能够精确地计算 夜的那个次数 那这样子我们资料呈现 才会符合我们资料实际分布的情况 在接下来我们讲圆柄图 圆柄图呢基本上呢也是用来呈现 类别型的资料 它资料出现的这个频率 那它呈现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用一个圆三百六十度 然后呢分成一百等份 然后呈现各组资料所占的比例 在这里呢我们用修课学生的这个考试成绩 然后分别以科系来修课的人数来代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 占整个圆柄里头比例最大的呢 就是药学系 因为药学系来修这门课的人数最多 然后占百分之四十三 再来呢是护理系 护理系占百分之二十三 然后医技系是占百分之二十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科系呢 总共就占了接近百分之九十的 修课的人数 接下来三个系所 公卫系 哪一所跟申科系 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言 只占了百分之十二左右 所以呢圆柄图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 一目了然了解到资料 它所分布的百分比 所以除了数字之外 我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 让我们了解到说 哪一个类别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图形的方式 给大家看 我们可以用图形成啦 再来三个系列的方式 让我们想看 我可以用图形成的方式 从确认误 有一个系列的方式